华尔街日报在周一的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苹果公司正在加速其电动车的计划 公司内部将这个计划已经部署为智力项目 那目标交货日期是在2019年 消息披露之后 苹果的股价出现上涨 而特斯拉的股价则硬生下跌 苹果CEO库克已经在一年前批准了苹果电动车计划 代号为泰坦 目前苹果内部有数百位员工正在秘密开发苹果电动车 苹果的电动车型类似相是旅行车 公司高管已经开始与潜在的厂商合作 曾经在福特担任高管的苹果iPod和iPhone的设计师 史蒂夫·扎德斯基目前正在负责苹果电动车计划 报道称苹果已经雇佣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专家 但消息人士称 公司目前并不打算让第一辆电动车完全无人化自动驾驶 但无人驾驶是苹果电动车的长期计划之一 苹果并非是第一家涉足汽车领域的高科技公司 谷歌在今年1月表示 正在与传统汽车生产厂商商讨合作的可能性 并且已经联手多家传统以及非传统供应商 计划于2020年前正式推出无人驾驶汽车 人并非看到别的 我给你arse成ет 计划